佛陀一生圆满的红化事迹 十一 佛陀为何带领僧团托波奇食 选自2020年8月21日悬疑问答 我就想问说 以前出家人托波奇食称为化缘 他想问一下这个化缘是指说将佛缘化开化到众生里 让众生可以结下佛缘的意思吗 化缘实际上就是跟大家一起把这个缘分你我都有 把这个缘分化能够普化 就像人家文化一样 你听得懂吗 你比方说佛陀为什么让我们出波奇食 因为过去在生堂里面有很多皇亲贵族 你说你叫他拿个碗刀 人家敲门去问人家要饭 你说他放得下这个脸面吗 对不对 就是你是不是放下了 你不放下的人 你这种人功高我慢 你怎么修成屠杀 同样一敲门给人家平民百姓一个做功德的机会吧 你这个不识心有吗 你有慈悲心吗 你没有慈悲心的话 你这个人怎么学佛啊 所以他双重必死 听得懂了吗 明白 好 感谢师父 12.佛陀一生说法49年 度化无量众生到达开悟涅槃的彼岸 选自白化佛法视频开示 纪念释迦摩尼佛出家日 所以佛陀一生为众生说法 随缘度化 他不选择对象 不分贵贱 到处去 菩萨干露 法语 走到哪里 慈悲到哪里 滋润的众生 枯干的心甜 在这里 佛陀一生啊 除了讲解 华严经啊 阿含经啊 方等经啊 这个佛陀讲解 华严经是21天 阿含经是讲了12年 方等经呢 讲了是8年 般若经呢 讲了22年 法华经 涅槃经 共8年 这都是大法会上 来宣讲的 那 那么佛陀的 私下的对众生的教诲和对弟子的无数次的感化 教诲他们 那是多得不得了 我相信 你们都知道 为愚钝的周立盘陀且说福尘处构 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 对不对啊 为单份的 就是挑大份的 尼提 开示 佛教 法平等 四性皆可得救 允许尼提出家 为刻苦修行的 文200亿指示 修行犹如弹琴 使他安心修道 佛陀还为条马斯 还为央觉摩罗开导迷经 还为鬼子母 鬼子母说 爱子法 还有为阿舍世王的大臣 于是说 七步退法 很多很多 还为虚打长者的儿媳 说夫妇指导 佛陀的教室 犹如苦海中的法船 接引众生 从生死的次岸 到达涅槃的彼岸 以见佛陀的慈悲 十三 面对诽谤 侮辱 与坎坷艰辛 佛陀心尽如水 如如不动 选字 般若智慧 懂感恩 功德圆满 度众生 卢台长 2018年5月20日 新加坡世界佛友见面会 开始摘要 上 佛陀当年带着比丘们四处红发 脱钵七十 有一天 比丘们来到了一个村庄 脱钵七十 没想到这个村中的人们 对他们百般的污辱 说他们各个年纪轻轻 就出来套饭 根本不懂对社会的造福 更有人讽刺他们说 这有什么 人家不干活 不照样有吃有喝 还有的人 干脆让他们赶快离开村庄 以后再也不要来了 村民们不断地继续侮辱着 前来弃食的比丘们 比丘们无法忍耐这样的侮辱 随头丧气的离开村庄 回到了佛陀的身边 佛陀看到他们手中的空箔 问道 村民们不愿意布施 给你们的食物 是吗 一位比丘说 佛陀是的 我们能否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气食啊 佛陀说 当然可以 可让你到别的地方去 气食的理由 也会跟你在现在 到每一家每一户气食的理由 那是一样的呀 这是另外一位比丘告诉佛陀说 佛陀啊 你有所不知啊 那里的人总是在 卢骂嘲笑 污辱我们 佛陀问道 所以那你就生气了 如果他们用鲜花来迎接你 你就会满心欢喜 是吗 比丘们听后 沉默不语 这是佛陀继续慈悲地说道 你们要将内心的平静 不要交给别人 外在的环境能动摇你们 也能愉悦你们 这时候心有抱怨的比丘们 顿时因为佛陀的教诲而醒悟 他们对佛陀说 佛陀啊 我们错了 如果外界能让我们心中产生痛苦和愤怒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领会您的教诲 外在的环境发生都是一种缘分的 如果你的心随着外在的环境而变化 产生喜怒哀乐 你的心已经被外界所控制了 佛陀接着又说 如果你们怀有嗔恨心 那你们离证悟真相还相聚甚远 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 人们从来不会轻易接受心的事物 你们是在打破他们先前的信仰 他们必然不会生起爱意 起初他们嘲笑你们 然后他们在驱赶你们 而后躲避你们 无视你们 但你们坚持 他会逐渐的接受你们 你们必须经历这些转变 保持谦虚和安忍 听了佛陀的开示 比丘们心生欢喜跪在佛陀面前 何时礼拜 希望大家要懂得 在这个世界上 色身和沉浸 都是因为你的妄念而起 你今天不开心 那是因为你的心再不开心 外境对你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外界再使你不开心 你照样可以使自己很开心 外境再开心 你也可以使自己不开心 就像很多人 别人在开心的时候 他板着个脸 哼 他还是不开心 难道这开心和不开心 是别人影响你的吗 记住了 那是 掳自己呀 十四 众生以什么身得度 佛陀献什么身度众生 选自 白话佛法第十二册 第四十四篇 再谈法身 报身 化身 应身 就是 应随缘辩 应是什么 佛度众生 看众生 以什么身得度 佛就献什么身度众生 讲到底 化身和应身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与教化的众生为同类 今天是佛陀的应身也好 是观世音菩萨的应身也好 化身也好 比方说 佛陀出生在尼泊尔 他显化出来的应身 和我们人一样高 寿命也跟人差不多 这就是佛陀的应身和化身 十五 佛陀教化众生的真谛是什么 选自 2018年1月26日悬疑问答 一个喇叭 那天佛陀的圣诞 一个弟子上香的时候 菩萨对他说几句话 弟子坐一下 师父您休息喝个茶 感谢师父 今天是本尊佛陀成道之家日 希望弟子们以佛陀的教诲 谨记 慈悲为怀 教化众生 弟子们可以回顾佛陀一生 通通可以领悟佛陀教化众生的真谛 会让弟子们受益悲铅 在修行路上会少走弯路 以佛陀的慈悲 大爱为榜样 教化众生 让众生脱离苦海 末法时期 众生造业深重 不得解脱呀 幸得你师父来到人间救度众生 有的姻缘不报上前 很难坚定信心 修成正果 退短之人 这是让为师心痛 着急呀 师父 这个观世音符的说 弟子想问 弟子可以回顾一生佛陀 从中可以领悟佛陀教化的真谛 请问师父 佛陀教化众生的真谛是什么 教化真谛离苦得了呀 叫你们看破这个世界苦空无常啊 这就是佛陀教给我们人生的真谛啊 人间的真谛就是苦啊 空啊到最后空啊 一辈子苦啊到最后空啊 还有吗就是活在无常当中啊 叫苦空无常 这就叫真谛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 也感恩佛陀把佛法带到人间 对啊 我们真的也要感恩师父 您师父 解脱了呀 佛陀给我们解脱了呀 佛陀多好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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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的 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